我以为以为怎样 我以为怎样 就不能修随习功德 就不能横顺众生 我们大家发现 真正要拯救这个灾难 能不能 答案是肯定的 如果这个世界上 有一个真正如法的道场出现了 怎么整个地区的灾难都没有了 什么道场呢 僧团 什么叫僧 僧的意思 是六合径 里头有六个条件 这六庄事情都做到了 四个人以上在一起修行 这叫重 这就是个团体 遵守 佛陀的教诲 建火同结 这就是我们现在人所说的 建立和共识 我们在一起修学的人 思想一致的 见解是一致的 没有矛盾 没有对立 这个是六合里头最重要的一个条件 第二 戒火同修 大家在一起一定要说规矩 规矩是什么 规矩是戒律 第三个是生活同住 这我们住在一起 扣火无尊 大家是一团活气 没有争论 一火同月 在一起修行 在一起生活 欢欢喜喜 发喜充满 最后一条 利和同俊 也就是我们在物质生活上的待遇是平等的 没有哪个人有优越的 这是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 他僧团里面的就这么简单 六个规矩 他的僧团很大 一千二百五十五人 我们在经上常常看到的 人人都能够遵守这六条 现在能出现这么一个僧团 佛在经上告诉我们 一切祝福护念 一切天龙善神拥护 也非常不会在那 但是这样的僧团 我在三十年前 第一次 1977年 到香港来讲进 我遇到西成法斯 我们非常投缘 很谈得来 他是香港 也是佛教领袖之一 也早几年都往生了 我就跟他谈到这个问题 我说我们能不能发心 找五个出家人 志同到吴比丘 我们来落实六号金 来做这个神团 他听了很欢喜 我在台湾 他在香港 谈得很欢喜 没法子落实 不容易 现在到场 两个人住在一起都吵架 那怎么行啊 真能出现这个神团的时候 这一个地区 灾难就化解了 有没有人肯正干 怎样才能落实呢 做到无我就落实了 齐心动念想别人 如果齐心动念 第一个念头想自己 就不能落实 入佛门 头一关 破魔指 你看这个 这个 这个 见思烦恼里面的见惑 五种 头一个就是身见 认定着这个身是我 一切都是为我身去着想 坏了 自私自利 明文理养啊 五一六成 探成吃慢 圈起来了 怎么能跟人家和 所以 不再执着这个身生活了 不再给别人对立了 不但不跟人对立 跟一切四不对立 跟天地万物不对立 那叫破边界 然后再破成见 他们叫默认成见很深 我以为以为怎样 我以为怎样 就不能修随习功德 就不能横顺众生 那必须把成见放下 你才能修随习功德 才能够修横顺众生 这才是入佛门的第一步啊 小臣是徐托环呢 大臣是华严经上 出信位的菩萨 虽然财入门 那个功德就不可思议了 所以一切诸佛乎念 你是真的父弟子 那父怎么会不照顾你啊 龙天拥护 贵神尊敬啊 所以这样一个僧团出现 这个地方就有福了 啊 有没有四五个人真肯干 谁及一位人 那奇心动念 为圣家如来振发救助 奇心动念 为这个世界一切苦难众生 不要想自己 把自己忘掉 才能做得六合金 阿 尼 陀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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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尼 陀佛 阿尼 陀佛